檢測車輛111631 地址中山路一段四百一十五號 滿座的 你看沒有出去你要點 出動對按出動 好下次要再加快啦 我叫胡玉涵 大家可以叫我狐妞 我剛翻發到消防隊 接下來就是要帶大家了解消防員日常 一日生活會怎麼樣呢 帶你來揭曉 公寓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消防車 是消防員救災救護時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車輛就像我們的夥伴一樣 保持車輛的整潔 及車上器材的維護 心愉的呵護它 也能讓我們面對任何的任務 能夠順利的完成 請火警 派遣車輛 111631 地址中山路一段 四百一十五號 滿座的 就公了 就公了 你的司機都要先點一個 至少都要先點一個 對 你看沒有出去你要點 按出動 對 按出動 好 下次要再加快啦 都忙 你還太緊張了吧 然後剛剛學長讓我練習的那個 火警派遣 其實 可能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就是 只要聽到那個鈴聲 就是非常非常地緊張 轉一下按按鈕 然後點系統 然後你要知道說誰 因為就是 是哪一車的司機 但其實 還是蠻不容易的 因為在很急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點慌張 慌亂 可能 要再多一下他練習 然後 想清楚 下一步做什麼 這樣 消防員最有挑戰的 不外戶火警 身穿非常重的消防衣 還要背上氧氣瓶 在住宅火警發生時 需要背著水袋 依見布線 但其實光穿著消防衣 在沒有火場的地方跑步 就已經非常耗力 更別說在火場裡面要救人 跟步行 跟步高 耗氧量又大 又要節省氧氣 剛下單位的我們 要學的事情非常的多 CPR AED 中毒 及骨折處理 創傷 直血等 學長們用心教導我們正確的急救觀念 如遇發生緊急事故時 可以發揮救能的功效 十二點半 今天是第一次直樹 感覺泡泡杯 然後那個黑 然後把水面的水面都拉起來了 怕什麼落水面會進來 就是奇葩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好好地一覺到天了 晚安 今天早上抬就好了 那週末一早 今天我們要來吃點飲茶 在我們車上的風格擠牌 就這上面呢 就是 車友愛妮注射 車腳精穿風 沙布這樣 那這是我們的 Wooker 跟我們的 旗帶羊 AED 還有 我們的急救包 每天早上呢 都要去檢查 這些都要攜帶 就是 使用 然後 現在就是這些電源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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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正常使用的 在剛剛的緊急救援任務 與學長的指導並配合下 齊心將門鎖開 順利將病患寫出獸醫 生命真的很可貴 呼籲大家 如果有困難 需要協助幫忙的 請不要吝嗇求救 要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 對方的 順利 免費 動員訓練對我們來說 相當的重要 良好的體能 也能保護我們 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生存 避免我們因為任何原因 造成身體永久的傷害 之前的消防車都以手排車為主 對於現在有手排駕照的我 不過幾乎都沒有開手排車的經驗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等於要從頭的學習 或是重新習慣 一個新的操作要領 最後終於來到最後車椅的關卡 希望我們新生中能夠通過車椅 未來獨當一面成為消防的新戰力 對人民清一份心力 加油 講座 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